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 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啊 多维术组的使用 对 咱们上期呢 讲的是一维术组 今天咱们讲多维术组啊 好 马上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啊 有两个 第一 多维术组的定义 第二 多维术组的使用 和咱们上期的两个知识点完全一样 好 咱们先看啊 实战演习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一维术组 咱们上期是怎么定义的 咱们看啊 首先是个关键字light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术组名 冒号 术组的类型 以及一个中括号 代表这是一个术组 接下来等于后 后面呢 是它的初始值 对吧 这个呢 是一维术组的定义 那么多维术组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举了一个二维术组的例子 当然了 咱们可以做三维 四维 五维 都可以 但是我在这个实际工作过程中啊 我发现啊 我用的最多的是一维术组 其次 偶尔会用到二维术组 三维以上的 我几乎没用到 所以说三维以上术组 虽然说 每种语言都支持 但是实际工作中 应用的不是很广泛 那么今天 我就给您说一下 二维术组的定义 以及使用啊 首先咱们看该怎么定义 首先一个关键字light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术组名 冒号 然后呢 术组类型 后面 咱们这个地方 如果您定义两维 就写两 写两套中括号 如果您定义三维 就写三套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定义了一个 两维多维的数组啊 好 咱们看啊 后面呢 是说 我对我的这套多维数组 今天我指的是两维吗 的初始化定义 默认值 都怎么做 马上看例子啊 咱们可能光看这么一堂代码 很多朋友都不明白 你这写的什么 是不是天数 不是啊 咱们看代码啊 咱们看例子 好 这地方大注意看 我定义了一个 三行五列的数组 怎么定义 看啊 严格遵循 我的多维数组的定义啊 看 首先一个light 没有问题吧 OK 空格 没问题 接下来 是咱们三行五列 这个两维数组的数组名 叫做data 没有问题吧 这地方咱可以写啊 data1 data2 data3 都无所谓 咱们就叫data啊 然后呢 一个冒号 没有问题 后面是这个数组的类型 我定义为数值型数组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接下来 我给了两套中括号 代表这是两维 对吧 咱们上一期 给的是一套中括号 代表这是一维 对吧 好 今天咱们定义两维 两维的初始值 该怎么设置 首先是一个大中括号 没有问题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作为开始 这个地方作为结束 没有问题吧 然后里面定义 每一维数组 每一维数组 其实就是一个一维数组 这么说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啊 咱们看啊 我定义了三行数组 三行五列 什么意思 有朋友说 这三行五列 我也不懂 咱们想想啊 咱们上学史 可能现在您就是学生 对吧 您上课史 对吧 您做教史 不也是分为几行几列吗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二维数组啊 您做的那个位置 就是二维数组里面的一个元素 好 咱们看啊 咱们就相当于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教室 这教室里面呢 有三行五列 好不好 我第一行里面 有几个元素 有五个元素 一二三四五 没问题吧 大家注意 咱们就这样写法 有朋友说 我干嘛要这么写 您就记住 咱们定义多维数组 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不要问为什么 它是TypeScript语法 好 我定义第一行 是什么 一二三四五 五个数组 哦 五个元素 一维数组 五个元素 第二个 我再定义第二行 里面又是一个 有五个元素的一维数组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定义第三行 又是一个一维数组 里面有五个元素 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 好 通过咱们这五行代码 干什么 我定义了一个 三行五列的二维数组 这样说 您应该可以明白啊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数组的所有内容 打印出来 接下来呢 我会打印数组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咱们一点点来啊 好 咱们先建一个文件 就运行这段代码 看一下咱们是如何定义 三行五列的二维数组啊 好 马上开始啊 我这建一个文件 test.ts 没问题吧 然后把这段代码 原封不动 考过来 定义一个多维数组 三行五列的二维数组 没有问题 然后打开咱们的控制台 稍等 因为我是虚拟机 所以说稍微有一点慢 看来这慢的都不是稍微啊 大家请稍等一下 下次如果是我的虚拟机太慢的话 我就不行 在我的本机运行 其实我本机我主要是不想装太多东西 好咱们显然手续马上开始啊 tsc 空格 编译 什么 咱们的test.ts文件 还确实有点慢 然后一回撤 因为是这样 我的虚拟机 有时这个不是天天启动啊 所以说一启动的时候 它可能要做这个Windows一些个更新 好 大家请看 编译成功 生成了一个.ts文件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去node.js 执行这个 生成的 tst.ts文件 看一下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回到咱们的ts中 咱们生成的gs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 但是我把它关掉 为什么 因为咱们不学gs 咱们今天主要学的是ts 对不对 好 咱们看 它是做一个link报警 这咱们不管 咱们就看 我定买了一个三列 三行五列数组 没有问题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出这个data 数组里面所有的内容 咱们在屏幕上打印出来的 就是这个数组里面所有的内容 就是一个二维数组 每个数组里面有五个元素 对吧 和咱们定义的数组内容 完全的一样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再详细打印 这个数组的内容 咱们打印 看咱们的课件 往下走 看这地方 首先说 数组 它是从第零个开始 这个您一定要记住 只有微必特殊 咱可以从第一个开始 其他的所有语言 只要是我接触过的 通通数组 都是从零开始做下标 没有问题 咱们试试 咱们打印 d0行 看看出来什么东西 试试 好 咱们注意看 这是原封不动数组 那么如果我出d0行 您认为会出什么内容呢 马上运行 看一下 够 先编译 好 然后直接node运行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的二倍数组 第零行是哪个 是物理上的第一行吗 是这个数组吗 对吧 所以说 咱们打上这个 大家请看 data0的时候 输出内容是 12345 这个数组 没有问题吧 它是第零行 三行五列 对吧 第零行 然后接下来 咱们按照 同样的想法 打印第一行 跟第二行 咱们都看一下 好 编译运行 有朋友说 你这个是不是太基础了 我跟你说 这些基础 咱们都掌握之后 咱们才会应用到 更复杂的项目中去 马上运行 注意看 第零行 第零行 第一行 第二行 没问题吧 多为数组的 每一行的所有的值 咱们都打印出来 因为每一行 都是一个 一为数组 这样基础就可以 接下来 我不打行了 我要打行列 换句话说 我要打 每一行 任何一行的 任何一列的 具体的某个值 该怎么做 试试 其实非常的简单 拷贝过来 咱们试一下 我比如说 仅仅想打印 我这把他都屏蔽起来 咱们仅仅仅仅仅 仅仅仅仅 想打印 第零行的某些元素 该怎么打印 屏蔽起来 好 咱们看 我在屏幕上 输出一个 第零行所有的值 然后我再输出 第零行里面 第零列的值 以及第零行里面 第一列的值 好 咱们看看 马上运行 编译 这样的话 咱们再打出来的内容 就不是整行的内容 而是某一个 特定元素的内容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对吧 咱们先调用这行 打出来第零行里面 所有的内容 然后咱们根据 第零行里面的内容 我再取下标 打印第零个元素 或者说 第一个元素 没问题吧 咱们想一想 第零行有几个元素 五个元素 对吧 一二三四五 那么最后 这个五的下标是几 它从零开始 对吧 它的五的下标是四 所以这地方 如果说咱们不是一 是四的话 那咱们屏幕上打印出来的 还会是这个一二吗 肯定不是 对吧 马上编译运行 看一下 如果确实是 出来的是一五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成功的调用了 二维数组里面的 每一行 以及每一个列的 具体的某一个值 咱们都能够把它调用到 没有问题吧 同理嘛 咱们比如说不打印第零行了 打印第一行 或者打印第二行 这都无所谓 这个仅仅是变更下标而已 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刚才我打印的是第零行 现在不了 打印第一行 还是打印第零个值跟第一个值 或者说打印第二行 的第零个值跟第一个值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咱们都试一下吧 稍等 把第一行给您打开 把第二行给您打开 注意 我说的第二行 是物理的第三行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下标都是从零开始 好 编译运行 看结果 放大一些 实在不行 不行 我的机器硬件升级吧 否则的话真是太慢 大家请看 没问题吧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这是物理上的 应该说是第零行 第一行 第二行 对吧 分别打印出来的 每一列的第零个下标跟第一个下标的两个值 没有问题吧 OK 这样的话咱们就应该大概明白二维数组的定义 以及具体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我给您讲清楚没有 二维数组的概念怎么说 在实际咱们工作过程中是经常会用到 但是用的最多的肯定还是一维数组 或者说偶尔会用到二维数组 我的工作中 刚才刚才说过 我几乎就没有用到过三维以上的数组 没有用到过 那么您学习这套语言的话 您只要掌握好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基本使用方法 我认为就够了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